解放军陆海空力量远赴非洲联合演习 南部非洲格局清晰可见 这节目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缺底解放军报发布消息 参加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习的解放军摩托发步兵 已经乘坐运20抵达了坦桑尼亚 同一天参演的解放军海军 五指山号 麒连山号登陆舰 核肥号驱逐舰也抵达坦桑尼亚 这次演习的参与方还包括非洲国家穆桑比克 作为中国与非洲兄弟国家的联合演习 和平团结2024规模空前 随着中国利益在全球的拓展 中国必须具备武力保卫海外利益的能力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 向海外遥远地区投送机械化步兵 摩托发步兵执行相关的维护权益的任务 是必须要完成的训练课题 和平团结2024就是落实这一训练内容的有力的抓手 虽然我们对于海外远距离投送的经验不够丰富 行动的流程也不够熟练 但是这一步总是要跨出去的 这次演习所选择的两个友好国家都位于非洲的东部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正中间 这个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南部的穆桑比克也是一个沿海国家 同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签署国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对象 再向南就是金砖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南非 在南非的北部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和穆桑比克接壤 这就是和中国有长期友好关系的津巴布韦 从金巴布韦再向北是非洲内陆国家赞比亚 把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联系起来的 正是新中国修建的重大圆外工程坦赞铁路 这样一看中国在南部非洲的格局就一目了然 911事件之后美国增设了非洲司令部 力图通过政治分化经济援助和军事手段来实现对非洲的控制 但是因为美国在非洲的口碑十分糟糕 非洲司令部选址的时候遭到了非洲国家的普遍抵制 所以至今美国全球第六大战区司令部 一直是寄居在美军欧洲司令部内 在德国的斯托加特市办公 非洲这个地方很多时候似乎是要靠武力才能办事 才能说话 才能够保持住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就在和平谈节2024演习举行的前几天 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在非洲的马拉里吃了一个大亏 几十名雇佣兵和马拉里政府军 被美国和法国支持的军阀武装袭击刮不敌众 受十名瓦格纳士兵被杀死 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濒临印度洋 在中国来说力量投射和补给相对大西洋要容易一些 而且还有亚丁湾护航舰队和吉布提基地可以支援 这个区域的反恐活动还可以得到南非支援 2023年2月份中俄海军舰队已经同南非海军 一起实施过海上联合演习 中国在与其他非洲国家联合开展反恐行动时候 将南非也落入其中 这是有可行性的 中国与非洲东部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加强军事合作 一定有另外一个国家心力不快 那就是同样具有金砖国家成员身份的印度 多年以来印度一直在非洲努力的寻找立足点 扩大影响力 也的确在马达加斯加这些地方设法建立了军事基地 按理说作为金砖成员印度应该在印度洋沿岸 特别是在非洲发挥稳定作用 为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但是很显然印度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 印度在非洲的拓展是把中国当作对手的 而且印度是一个连自己国内的稳定都无法保证的国家 又拿什么去维护非洲的稳定呢 阿拉伯海的乱局就是印度区域影响力薄弱的证明 既然印度做不到 那中国就当仁不让呢 这次演习 蒋生金所投送的还仅仅是一个步兵营的力量 考虑到非洲连年战乱 国内战争和国家间的战争的规模都不小 今后啊 中国要想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还需派遣或者是部署更大规模的力量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